解一下 那到底国外自经区 有什么成功的案例 我们也可以做个参考 憲哥 好的 那自经区呢 其实在2003年 台湾就已经提出了 那后来因为两岸的一个关系紧绷 后来并没有真正的一个成功 那全世界自经区最成功的 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新加坡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到新加坡去 你不管是张仪机场的空运 以及新加坡港的海运 那新加坡最主要 它的地理环境 因为在马六甲 所以在过去 我们所有往欧洲 往中东的一些货品 大部分都在新加坡 当成一个转运的港口 不管是空跟海 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个大企业 也都在新加坡有设公司 另外第二个最成功的 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杜拜 那很多人就以为说杜拜 杜拜那不是吃油饭的 不是 其实杜拜它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它是七个区 杜拜那个它是一个深水港 杜拜的石油只有沾塌6% 它是里面最深的 但是杜拜那个区的区长 就请我们高雄的区庭说 我只要做第一 我不要做第二 所以它在70年代的时候 它开运河 80年代的时候 它做贸易 90年代的时候 拼光光 所以杜拜它变成所有的 不管你到欧洲任何一个地方 所有的转运都在杜拜 我在民国67年在东元上班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国外部 我们所有的monitor 所有的电视 所有的冷气机 你要到欧洲去 诶 什么全部都贴杜拜杜拜杜拜 我当时我不知道杜拜在哪里 我心想奇怪 为什么都要去倫敦 那是杜拜 因为那都去那里转运了 去那里转圈 转圈就贴了 所以我们过去 差不多20年前 我们高雄港 是全世界吞吐量第三名 现在跳到线15名 当然这个中间有很多因素 过去我们在李登辉时代 就喊出亚洲运策中心 亚洲营运中心 亚洲金融中心 都也做不到 基本就没做好做 因为都没配合 所有的法令 白插白手做不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去高雄 如果说要做成功 很简单 高雄的腹地有够 我们的艱口有够 就真真正确 去新加坡 去杜拜 你降严去买 千平你降严去买 你所有所有的税 不用税 你外国人去买 外国人你去买 你今天来看我的钱 台湾人的钱 你一个月2千块的台票 一个月2万块的台票 不用税 这样我青春的身份 就会降低 就有一个吸引力 我只要做百分之百外销 所以2千块三年的时候 我们投资很成功 很多台湘在台湾 运游他的原料到台湾 因为你在台湾 起到美国没人买 没有人请你 没人买 他们那时候他们的技术较 回来到台湾 做好而已 没人他们台湾出离 杜金 夾小夾三杯 所以台湾有我们的优势 另外我们刚才说到農産品 農産品在台湾 所有的都不用税 農産品是用收集的 不就是用法票的 所以完全不用税 所以農産品跟 他这个自由貿易区 没关系 但是我们整个月十九 为什么我们有一台准 在我们的金庄 在我们的王来 直接到平潭去 因为这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知道吗 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那天刚才在七千万台湾 七千万台湾的东西 包括疫情练版 都知道了 平坦他也是自由贸易区 平坦在2011年的时候 他们投资了200亿人民币 2014年投资400亿 他就是一个自由贸易区 他把海关从第一线 退到第二线 所以你东西都不用税 而且给你通关 三个小时通关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 2016年以前 在马云九时代那时候 我们所有的王来 境过得多 境过今晚的小山通过 让你绿色通道 绿色通道就是说 你的王来收了三小时 结果 2016年开始 两岸关系紧张 对 他总要把你每一生都 拆心下去检查 那会整个月头 检查到我刚才七天 刚才第一天要过 第七天要用完了 免得来 所以说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两岸的氛围 和你两个要说得好 我的东西 金椒也不会放进去 对 金椒那如果说熟的 像这个金椒熟的 你如果在烦天 三天就没人买了 所以因为你金椒 水垢 有它的保鲜器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要非常重要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以目前来看的话 高雄如果要好好的做 要完全的松绑 不要再想冬想山 这样的话 对不管是台湾的加工业 台湾的电子业 还有我们的农民 如果跟平坦直行的话 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